你在我這間房間幹什麼? 大哥, 你怎麼拿著我的鍊? 你的鍊? 是呀, 這條鍊是我和碧玉的定庭信物 大哥… 大哥… 你怎麼走過去? 別問你 你們兩個無故進來我這間房間幹什麼? 大嫂, 大哥幹什麼? 糟了, 你真的進來幹什麼? 你轉頭不記得了 不怕, 我問大夫 大夫一定知道進來幹什麼 你… 你怎麼發生什麼事? 你到現在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知道嗎? 很明顯吧? 日房夜房, 家賊難房 怎麼會?大哥、大嫂怎麼會做這些事? 他們進來我們的房間 一定有其他苦衷的 那是我的房間? 為什麼?為什麼要這樣耍我? 為什麼? 為什麼那些狼藝都要追著來掩蓋我? 師父, 你不開心嗎? 一看就知道了, 還要問嗎? 師父這麼難得才找回碗莎 為什麼不開心? 因為碗莎這麼小就變成男人了 變成男人又怎樣?有分別嗎? 當然有分別 比擇是你, 突然變成我 你會怎樣? 死了就好過了 是, 碗莎變成貴叔 好像有點尷尬 只不過, 等貴叔死了之後 本身就可以上天庭做仙子 師父為什麼不開心? 那今世呢?一世流流長 你叫師父怎樣面對才行? 師父不是害怕跟貴叔招職相對 日久生情吧? 很奇怪嗎?萬一真是搞出團仙繁戀 還以為是男男仙繁戀 那我真的帶你來試了 你傻了, 師父是神仙 難道連那小小誘惑也受不了嗎? 師父… 沒錯 沒理由你都受不了誘惑 飯堂…你要記住… 滿沙就還, 滿沙大龜就還大龜 他們根本是兩個人 要分得清清楚楚 不要把他們搞亂 更加不可以亂搞, 你知道不知道 貴叔, 為什麼你在這裡? 滿沙…滿沙, 你在哪裡? 師父, 看來你也不是睡得很清楚 謝謝, 二嬸 夠了嗎? 好, 走了 看一看, 她真的有點像是滿沙 為什麼我之前沒有留意到呢? 通哥, 滿沙, 滿沙 大哥, 今天的粥煮得很綿 我今天洗臉了 我今天洗臉洗得不乾淨嗎? 沒有, 我叫她整天照顧著你 就看看你有什麼好看 對了, 你整天照顧著大龜 我們實在看什麼? 我…我忽然發現阿桂和二嫂很有夫妻相 很多人都是這麼說的 什麼只是他們才有夫妻相嗎? 那我們… 我看你吃了, 阿桂和二嫂, 阿桂和二嫂 我吃完了, 二叔二嫂, 我回家了 乖 阿桂和二嫂, 我回家了 乖 阿桂, 我走了 很想走 阿桂, 我說你大哥不太對勞 你想想 一個平時難倒得可以輸了一間店 還要帶兒子去賣的壞人 忽然之間阿傑的腦筍什麼都忘了 無緣無故又會轉死性 扮了扶持指效, 夫妻恩愛 今天早上還要對你這麼好口 算我, 一定是無事獻恩勤, 非奸即動 跟你說話, 你走得這麼快 幹什麼?有沒有聽過? 有, 我聽到你幾人休天 沒那樣就想那樣, 自己找東西來擔心 不擔心就假的 誰知道他什麼時候會騙你的錢 你不要忘記 昨晚他夫妻才暑進我們房間裡偷東西 碧玉, 整件事都沒搞清楚 你怎麼一口咬定大哥大嫂來偷東西 他們進來我們的房間 是有其他原因嗎? 是呀… 一定是他們倆幫我們進房間裡捉老鼠 誰知道老鼠就嚇到六神無主 偷了… 然後就暑了在錦盒裡, 暈倒了金鍊 後來還噎死了, 落了地府 所以我們只看到你大哥拿著金鍊 天黑這麼詭異, 真是中暑了 阿財伯, 你幹嘛鎖上門? 阿財伯, 你是不是弄得這麼文巡? 大少奶奶, 你用不用這麼大聲嚇我? 我是撞龍而已, 我不是真的弄得了 年紀大都… 夠了… 麻煩你再說, 天都黑了 對了…我不對, 我不做, 我嚇你了 那你又不用這麼說 別這麼說, 是不是你懷孕, 我很欺負你 我想問, 怎麼鎖上門? 二少奶奶吩咐了, 她說從今天開始 家裡所有的打得很開心的那些 來鎖起它, 以防有賊 什麼事? 大少奶奶, 我…我沒空跟你聊天 我現在還要想一下 用什麼辦法鎖住廚房的光明 財伯, 米宮的廚房, 廚房在那邊 對了, 在那邊 這個鐵嘴當然夠絕, 我還想找到 家傳之寶? 怎麼會這樣? 葉表姐, 葉表姐夫 婉兒, 怎麼整條街都沒有人? 發生什麼事? 他們… 婉兒, 真是麻煩你幫我看 把她的手 婉兒, 麻煩你幫我看, 還好 這些東西便宜得你不上 你看看我買了多少, 要花時間用 什麼? 貴公, 把她的手 婉兒, 真是麻煩你… 很漂亮 真是麻煩你, 生火大便宜了 我想問問你們 剛才是否去光顧金有福過壞人? 我剛才已經說了不好 是…我叫朱玉榮一起去的 人家店的東西真是便宜得離譜 沒理由跟錢作對, 是不是? 對不起, 貴哥, 貴嫂 不用對不起 哪兒便宜, 光顧哪兒 這麼多是人之常情 二表姐夫, 二表姐她有沒有事? 放心吧, 你第一次認識你二表姐 她遇的錯子越大, 鬥志才會越高 沒事的